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 跟大家分享市场技术走势和波浪分析 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势 恒指今天是低开了 低开了之后曾经破过昨天的底 破完昨天的底后就上回来 最后收羊竹 收了全日最高位收市 最高位是24921 收市是24920 升了252点 最低去过244 即是接近有500点的波幅 即是最低位和最高是接近500点的波幅 昨天的YouTube影片也说了 这个浪的底部有机会是昨天的位置 又或者今天再破多一下这个底 就会有机会是这个浪的底 也说到这里如果一收羊竹 即是这里下去这下 因为它在走WXY 走完Y它会收羊竹 显示它走完Y 今天收了羊竹 所以这里有机会 如果是之前的数法 这里是一个ABC 这个整个是一个ABC的平台浪反弹 这是一个SS浪 前面这里是Y Y然后走一个SS浪反弹 SS浪就是最后走平台浪ABC 现在B就是用一支羊竹 即是羊竹这个位置终结了 现在应该在走C 看看之前 因为C 尝试去估计它用的时间 这里用了14支竹 C 可能 时间上最少是0.618 即可能是7-8天左右 如果这个浪是这样走 如果这个浪是没有数错 是这样走 这里上去的那一刻 可能7-8天左右 最少 幅度方面可能是接近这个顶 可以量度一下 如果今天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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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浪是2-3个位置 因为它始终是平台浪 所以比较难 去估计它究竟是哪个位置 比较基本的 应该是0.618 即是1-0.618 就是25598 即是25600 25600 暂时24800 大概是800 大概是800 现在还有距离 大概有700-800 还有另外两个比例 一个是1-0.786 一个是1-1 如果1-1是26333 1-0.786 1-0.786 就是25900 主要都是这三个位置 这样的 当然要留意 那个时间 如果它 5-6天之内 就已经去到0.618 因为最少都可能是0.618 即最少都可能是0.8天 刚刚说到这里 和后面的浪的比例 时间上的比例 如果是几天之内 已经去到0.618 应该就更高 就是可能去到0.786 那些位置 25900多 这个要到时看形态 因为它这个律师应该就是用一个 它这里其实可以是一个 二重三也可以 就是因为它这里 是一个ABC 它这里是ABC也可以 就是玩一个二重三的反弹 所以这里可以是一个 五浪结构上 亦都可以是一个 ABC这样上 所以这一点就要注意 暂时的走势方面 都是看好的 因为它刚刚今天见底 只会是一个 Y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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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浪就见底 Y浪就会在这些位置 而不是在这些位置 到时机会在这些位置 引出1个SS浪 Y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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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浪,所以不会是一支完成 所以应该会弹2-3天,如果是YC54 暂时觉得是行SX浪的机会会大些 看一看5小时 之前说到这里行WSY 看到它的Y就是这支竹 即是今天跌到24400的位置 一抽上去就收到5mA上面 就已经是有支持 暂时如果没有收到5小时图的5mA下面 都是继续看相片 就是这样,即是5小时图只要收到5mA 应该走势都会继续看相片 应该B浪就完结了 昨天就是数这个Y浪 在小时图,数了Y浪里的ABC Y浪的A就是这里,1-2-3-4-5 Y浪的A,这支就是Y浪的B Y浪的C也是1-2-3-4-5 所以就ABC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看上战指数 上战指数 上战指数 这个跌浪 跌多过0.382 但它没有跌多过0.5 也比较像是一个4浪 即是这里是一个1 这里是2 这里是3 然后是4 它只要稍后站到5mA 应该都是 即是开始到5 甚至乎现在形态上也像 看到ABC 它收阳竹 就是代表有机会完结了 这里是ABC四浪 所以这里应该就 应该就不会再跌穿 如果四浪是简单的 这样做 这个位置就不会跌穿 接着就开始五浪的上升 看看 道指的走势 道指 看到它暂时夹在89 和144mA 即是说 在89上面看淡 可以到中间这些位置 看好 因为它始终未收在这里 144下面 它始终也可能是一个 12浪 或者可能是12 12 然后再上 看看MACD的位置 其实有空隙出了 也都像是 稍后都有机会是 红色转绿色 即是红色转绿色 红色转绿色 即是会逐渐收阳竹 但它依然未站起来 5mm 如果站起来5mm 那就会确定一些 暂时未站起来 这个日线图 要注意的是 它的调整未到1比1的比例 即是说 虽然被144mA托住了 但它也没有收回 5mm 也没有收回 89mm 所以还未确认到 它建底 中间有点反弹 结构 即是数不到5浪结构 或者5浪失败 确认不到它是向上 所以这里有机会试1比1才转向 即是如果它稍后的调整 可能是1比1这些位置转向上 看看它中间的 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建底 所以就要数这个浪 究竟是不是5浪结构 所以就要数这个浪 究竟是不是5浪结构 看到它里面 好像有个失败5浪 所以就不太确认 究竟是不是5浪结构 看到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1 在这里 然后又有个2 平台浪 一个纯细平台浪 2 这里有个3 然后这一下就没有再破顶 如果破顶应该好数很多 如果破顶应该就是 一个推进浪 但它又没有破顶 但又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失败5浪 所以 暂时这里可能会是一个 ABC 如果是这样 如果这里是一个ABC 然后回吐 再上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ABC 所以 这里 稍后会有机会跌穿 这里 量度过 这里有个1 1 2.618 几个调整浪 这里开始有个ABC 1 2.618 可能是一个扩张平台浪 可能是一个扩张平台浪 因为这里如果是一个ABC 然后它这里 这样回发 又再破顶 解释不了 这个浪 就不对 所以 只能说 这里有一个5浪结构 只不过是它5浪失败了 如果这里有5浪结构 它就会是 行一个sit set 那就合理了 但是如果是ABC 那它又会再破底 破底可能就会分成 1 2 1 2 1 2 3 4 5 即是现在 只要排除到这里 有个1 2浪 只要排除到这里 有个1 2浪 下跌的1 2浪 就排除到它 就是刚刚数的数法 排除到它是下跌的 如果这里是1浪 就是这里开始了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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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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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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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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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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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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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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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空間不是太多 上面就是會升穿這個頂 看看納子的走勢 納子日線圖跌到34mA之後就站穩了 站穩了之後應該就在這裡調整完了 就開始過線浪 有望升穿這個頂 技術指標亦都配合 納子的上升五浪就做得很漂亮 小時圖看到是1 2 3 4 5 這裏上升五浪就做得比較明顯 但是暫時升穿了之後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是A B C 要再升穿這個頂才能確認到它是在繼續的線浪 要不然它應該是在走1 2 然後1 2 即這裏也要做多個A B C的調整 這樣才上升的 應該都是3浪 這裏也要進去 現在就是短線有一個 短線要改變條整浪 大概要回到1 5 4 6 9 這些位置跌穿多少穩定有機會先上去 先走三浪,這裡是1,2,前面也是1,2 即是三浪的2,走完三浪的2到位置後會轉向三浪3 看一看黃金的走成 黃金看到用日線圖用黃金給他看,跌到前面那一段升幅的一半 用黃金給他看就撇除了數浪的問題 直接用升幅去量度,看到50%的位置站穩 所以有機會在這些位置,至少也試回0.382 即是1770的位置,即是站穩到50% 就試回上面38.2%的位置,這裡有20元 先說一下如果之前數的浪是對的,現在就會有點奇怪 因為如果這裡是ABC,C就會是1,2,3,4,5 如果再走多點破底,就會到了極限 因為平台浪是不能多過A的三倍,看到昨晚差一點 看到這個位置是1745.15,昨晚最低1745.31 那不是差0.16,昨晚沒有破壞到平台浪 沒有破壞到平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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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一個合格的平台浪 可能是A,B,C1,C在這些位置做 C3,C4,C5都不定 因為有時候未必是肉眼看得到不清楚 但比例上它是剛剛窄解,沒有犯規 所以這裡是一個A,B,C可以的 即是已經到達最盡的位置 二浪調整平台浪 到達最盡的位置 即是這些位置有權開始過三浪 這些位置有權開始過三浪 二浪的位置有些變化 所以跟之前量度的三浪的位置 未必是一樣 現在看看 1975 只能量度的三浪 現在看看什麼位置 看到是1975 低過之前 所以現在三浪看 1975 這裡是一浪 這裡是二浪 現在開始到三浪 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可以拉到延長 為什麼會跌到這個位置 這裡跌下去 全部都站穩到1.68個位置 看到這裡六日都是 或者放大一點看看 看到這裡六日都是收到上面的 但是站穩到1.68個位置 就代表有機會打回到1比1 即是說 逢是1786以下 看好 逢是1786以下 看好 然後 就可以去到 1804以上 看淡 這樣 因為這個是1比1的比例 這是1比1.68個位置 如果站穩到104上面收市 就再看18111 但它就沒有了 它就去到上面被沽下來 沽下來 沽下來 直接去試這個2.68個位置 因為它是在比例中間撞來撞去的 即是 這裡 這裡跌下來 1.68 守住 但又要試回1比1的位置 1比1又站不穩 直接破 就直接去2.8個位置 就直接去2.8個位置 1.756 1.756 雖然說它是在日線圖收不到這個位置 但它就 站穩了 站穩了 5mm 看到 小時圖 這裡一直下 一直下 都沒有站穩 5mm 直到這一刻 就站穩了5mm 還有這個位置也是直撥的 因為剛剛這個位置 1745.1多 才破壞平台內 剛剛去到那些位置 差 0.1多 直撥的 極限 沒有破壞平台浪 剛剛度過 3 C浪 不能超過A浪 3倍 所以這些位置 都很直撥的 上去 這個位置 就確認 站穩了 表笑有支持 站穩了5mm 這裡 有機會 看到底 站穩後 從低 都是吸納 雖然跌過 但沒有跌穿 這個位置 都是看好的 這些位置 就看好 現在一直上去 看到移動支持 都沒有跌穿 移動支持 就是這裡 然後就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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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都沒有跌穿 所以都 有機會繼續上 短線呢 短線應該是有機會彈回 3mm的位置 日線的3mm就是1772 1772 距離現在還有 6-7元左右 這些是短線的 可能3mm會有一點點阻力 也不一定 1772 那些位置 可能是短線 應該會回一點點 看看原油的走勢 原油 看到日線圖 就是走過5浪的3 短線有一點點高 MACD 有一點點高 做了4差 所以這些位置有機會出現 少許的調整 可能是這些位置 ABC 可能是碰一下下面的MA 才再上 整體上都是走一線的3浪 即是5浪3 5浪1 5浪2 5浪3 3 4 5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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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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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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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4 1 1 看淡是否会否上去0.618 即是看淡是在浪回吐0.618的位置 在这位置上去 如果不到的话 看会否收回到34ma下面 因為它一收在34ma下面亦失手0.5比例 有兩個利淡的訊號 所以看好就是3ma或34ma以下這些位置 就是這樣 中間的位置風險也會比較高 所以穩定的位置就是這裡 這裡這些位置看好和這些位置看淡 就是比較穩定的 如果收市收市收市在下面 也會看淡 今天影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like訂閱和youtube訂閱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惡励裝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